在之前的这部影片里,我们聊到了投资收益率,也就是ROI,说的就是如果你以一个企业拥有者的角度来持有一家公司的股票的话,你的投资回报率会是多少? 它的公司非常简单,用的就是每股净收益出于股价,你就会得到这个数字了,当然是越高越好。 说到这里,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这个ROI与我们常常听到的本益比,也就是PE Ratio的公司非常相似,PE的公式为股价除以每股净收益? 是的,你没看错,其实ROI与PE是相对的,当ROI越高,PE就越低,也就是你所谓的回本的速度就越快。 PE本益比其实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公式,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看的话,它简单明了的直接倒出了要使股价上涨的两个重要元素,那就是PE,我们在这里可以称之为市场估值,以及EPS每股净收益,也就是企业的净利润。 是的,只要这两个元素都同时上涨的话,身为投资人的你,绝对可以享受到超高的报酬率。 别小看这两个指标,市场估值以每股净收益,说白了,要股价增长,其中一个指标一定要增长,当然可以两个都增长的话,那是更好。 我们先说说市场估值,其实,说的就是价值股,也是那些平时没什么人理会的股票,甚至是本益比为个位数的股票。 但是,一旦受到市场的瞩目,股价要翻个5倍10倍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接下来的每股净收益,也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成长股,就是那些业绩每年稳健增长的公司,也就是EPS每股净收益每年的增长,也是有助于推动股价的一个重要指标。 今天要利用本益比与大家聊聊戴维斯效应,要理解好戴维斯效应,绝对离不开刚刚说到的每股净收益,以及市场股值。 我们将在这个影片让你了解,当价值遇上成长的神助攻,会对股价造成什么巨大的影响。 在开始之前要对你说一下,这是一个专门分享投资与成长思维的频道。 如果你不想错过我们之后的内容,欢迎订阅我们并打开小铃铛,我们将伴随你迈向富足的道路。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吧。 很多人会说,当股票的内在价值高过价格,那就是价值投资。 有些人却认为投资成长型股票才是真正的价值投资,因为成长就是其价值。 我们不难发现,很多人喜欢把股票分为两派,那就是价值股与成长股。 买入价值股的被定义为价值型投资,买入成长股的则被定义为成长型投资。 价值投资者寻求以合理的价格买入优秀的公司而取得获利。 成长型投资愿意为未来的高收益支付较高的价格。 以上这样的说法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是如果你深入思考的话, 这样的说法无疑是告诉大家,想要购买成长股就要接受它的高估值, 又或者想要购买价值股就得接受公司的不成长。 这听起来确实非常奇怪,不会成长的公司,我们投资来干嘛呢? 价值与成长,我们能不能两个都要呢? 对我来说,价值与成长根本是同一件事,价值包含了成长, 而成长里面绝对离不开价值。 查理·芒格就说过这一句话,把股票分成价值股与成长股, 根本就是在瞎搞。 在他的眼中,所有靠谱的投资都是价值投资。 要知道,我们买的股票背后代表着什么? 其实,股票背后代表的是一家活生生的公司, 既然是活的,它就会发展,就会有变化, 当然也会衰落。 这也是股票与银行定期存款最大的不同。 银行给你3%就是3%,搞不清楚这一步,千万别投资股票。 所以,当我们在看某一只股票的时候, 屏幕显示的EPS、ROE、NTA,什么都好, 都代表过去的数据,是历史数据,已成定局的数据。 那我们买的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买的是一家公司的未来, 但未来谁知道呢? 所以,股市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了。 虽然说,大部分市场参与者比较倾向于投资成长股, 我们在评估企业价值的时候, 也需要考虑那家公司的成长性,成长就等于价值。 但是这里想对大家说的是, 对我来说,被低估的价格,也算是价值的一种。 我们平时说的那些价值股, 就是那些被市场低估的股票。 它背后的公司可能还在持续缓慢成长, 只是成长的幅度没像那些科技股那么明显。 所以自然的没有受到市场的瞩目。 特征例如各位书的PE, 或者是超低的成交量, 简单来说就是那些很少人会去搭理的股票。 所以股价自然的就比较便宜。 那么既然市场对于这些股票的预期并不高, 估值也非常低。 所以这类的股票一旦有什么特别的新闻, 或者是突如其来的亮眼业绩, 很容易就会出现代为失双击。 简单来说就是业绩提升, 造成股价的第一次上涨。 再加上之后的市场估值上涨, 锦上添花, 造成股价的第二次上涨。 戴维斯双击说的就是关于市场预期 与上市公司的价格波动之间的双倍数效应。 也就是说当一个公司的利润持续增长, 使得美股收益提高, 同时市场给的估值也跟着提高, 股价得到了相成倍数的上涨。 这就是戴维斯双击。 相反的,有双倍放大的效应, 自然就会有双倍缩小的另一面。 当一个公司的业绩下滑时, 美股收益减少, 市场给予的估值也会跟着下降, 股价得到相成倍数的下跌。 这就是戴维斯双杀, 也就是股价里的雪上加双。 这个戴维斯双杀主要在杀谁呢? 就是那些所谓预期高成长, 加上高估值的成长型投资者, 之所以会在高成长前面多加预期这两个字, 因为未来是永远无法百分之百确定的。 就是这么简单。 当投资者对于某只股票的未来过度乐观时, 贪婪就会出现, 然后一步步拉高股价, 使到股价处于一个极度危险的高位置。 这些市场情况, 我们不难在一些科技股上发现, 这时候只要公司业绩稍微不好, 或者是达不到预期的高成长, 戴维斯双杀, 也就是杀业绩, 加上杀估值的悲剧就发生了, 造成股价大幅的下跌, 使到投资者蒙受巨大的亏损。 这里并不是要向大家宣导说, 成长股不能投资, 而是说不要太过乐观地估计成长股的未来。 要记得, 股票对应的是一家活生生的公司, 自然会有兴旺衰落, 不要以为长期的高增长是理所当然的, 更不要以太高的估值价格买入, 否则你的胜率将会非常的低, 而且有很大的程度上会遭受到巨大的亏损。 戴维斯王朝这本书里面就说到, 如果你支付了过高的价格, 去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公司股票, 这依然是一笔糟糕的投资。 如果你没有支付过高的价格, 即便拥有较低成长率的股票, 这也可能会是一个获利不菲的投资。 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 虽然市场大部分的参与者都会追捧那些成长股, 但我们所谓的成长股, 由于市场对企业积的预期非常高, 股价的本义比自然也就高了, 只要企业下季度的业绩不能持续增长的话, 或者是遇到一些什么不好的消息, 这时候就很容易出现戴维斯双杀。 戴维斯王朝里面的主人公, 老戴维斯, 买的大部分股票都属于价值型股票, 他的儿子也继承了戴维斯家族的投资风格, 只追求价值型而非成长型的股票, 结果也是获得了非常亮眼的投资成绩。 书里也说到, 在老戴维斯去世的时候, 从一开始的本金5万美元, 一共创造了高达9亿美元的巨额财富, 在这47年内, 达到了年化复利回报23%的投资神话。 如果你经常看巴菲特的投资案例, 你就不难发现, 其中大部分长期持有的股票, 也属于低估值的价值型, 而非高估值的成长型。 即使是被称为擅长选择10倍成长股的彼得林奇, 也声称自己的估值指标PEG, 不适合用于本益比太高的股票。 在这里要特别提醒一下, 不是说高成长的股票不能买, 而是要避免那些高估值的高成长股。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选股呢? 要断定一只股票值不值得买, 首先一定是要看其市场估值, 究竟是贵还是便宜? 如果本益比太高, 比如说50倍以上, 那大概率是不便宜的, 即使是伟大的公司, 也应该注意估值。 再好的公司如果买贵了, 也算不上是一个好投资。 芒格说过的以合理价购买一个优秀的公司, 在这里必须说清楚, 是合理价而不是高估价。 对于一家真正值得投资的好公司, 我们应该研究公司究竟是真正的成长还是伪成长。 市场中有一些公司是真的成长, 业绩就在那赤裸裸的摊开给你看, 净收益年年增高, 而有些公司是伟成长, 他们的成长只存在于市场参与者的乐观预期之中, 也就是仅仅通过市场给出的高估值, 才得到股价的提升。 这种股票要非常的小心, 只要稍微一个不好的消息, 就会让投资者的信心崩塌, 造成股价的大跌。 不但业绩下跌, 市场期望也跟着下跌。 相反的, 对于那些市场过度悲观的价值投资型股票中, 倒是很容易出现戴维斯双击的可能。 现在很多人追捧的科技股, 或是医疗股等等的公司, 认为这类公司的未来潜力无限大, 未来的成长性会非常好, 不惜高价买入, 所以自然的就与戴维斯双击插肩而过了, 双击绝对不可能发生在这些高估值的股票身上。 作为传统企业最好的代表, 可以说是银行股, 也可以被誉为是价值投资最好的代表。 银行身为百业之母, 永远不会过时, 虽然也不能引领潮流, 却因此造成了投资者不会情愿花大力气购买银行股票。 我们也不难看到市场上有许多十多本一笔的银行股, 有些甚至还在十以下, 你总是可以以较低的价格买到银行股, 不用花许多钱, 就能为银行的发展投资。 再加上银行大多数也经常派发稳定的股息, 只要长期持有银行股, 得到股息后选择再投资, 这样长期下来得到的复利增长, 也是一个不错的投资选择。 关于股息再投资法, 我们下次会另外做一个视频, 为大家讲解。 总的来说, 价值与成长对我来说根本都是一样的东西, 价值就包含了成长, 而成长就是一家股票的价值, 只要我们不是买在高估的位置, 要在股市赚钱其实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难。 至于要长期在股市里赚钱, 则要靠一些悟性以及长时间的经验积累才能达成。 购买成长股当然没错, 但错就错在买到了高估值的成长股, 这可就不算是一个好的投资了, 得到的收益也一定有限, 分分钟还可能面临亏损的风险。 相反的,买入那些预期低成长以及低估值的股票, 这种看似平淡无奇的投资, 其实长期赚钱的几率反而更高, 因为市场往往对于这些预期低成长的公司太过悲观, 自然的估值肯定比较便宜, 只要未来成长性不像市场预期的那么差, 偶尔出现一些意外的好成绩或者是好消息, 就可能出现戴维斯双击, 也就是业绩增长加上估值增长的机会。 在影片结束前, 想要再次提醒大家, 股票投资是一场马拉松, 绝对不是那些赌了身家然后赢了一把就走的游戏。 要在股市赚钱非常容易, 但是要在股市长期赚钱, 那就不一样了。 你愿不愿意将投资视为你的终身事业呢? 在下面留言, 与我分享吧。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